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在Facebook發表了一篇文章 批評美國政府把一些資料搞錯了 亦把本來申請入境用的資料公開出來 絕對是違反人權 違反私隱 但她說什麼不重要 最重要的反而是 現在Facebook 你就要被罰了 因為自從美國政府禁止 把林鄭月娥變成了 制裁人物之後 所有美國的 公司包括Facebook 就不可以跟林鄭月娥有任何的生意來往 現在林鄭月娥利用Facebook 發表了一篇文章 而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已經被 限制之後 換句話說 Facebook 違反了美國法律 最重要的事 就不是林鄭月娥說了什麼 最重要的事 Facebook 要受到 美國的 懲罰 如果不受懲罰的話 那你這個限制措施 沒有用 你既然要被人抵制 你一定要抵制 要做 你不做就沒有用 現在有 美國公司破壞了 美國的法律 應該怎麼做呢 這樣 大家知道 應該罰罰 所以我覺得 Facebook一定要受罰 少少建議 罰他10億美元 林鄭月娥是 特首 值很多錢 所以要罰多些 決定